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市政府大楼前近日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近日土耳其安卡拉政府大楼前发生了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 造成两名警员受伤,令两名袭支舍已被击毙 库尔德武装分子声称将对此事负责 事发数小时后,土耳其总统塔伊普在声明称 该袭击是恐吓土耳其的最新企图 并断延那些威胁土耳其的和平与安全的人绝不可能达到目的 根据与激进组织关系密切的新闻网站称 一个名为永恒影的组织是此次袭击的实施者 温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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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一步